我从2017年到今天说 美国和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胁 中共排第一 伊朗应该和俄罗斯并排第二 然后才是北朝鲜 这个世界会更加动荡不安 直到共产党被消灭为止 世界的经济崩塌的时候 北朝鲜和俄罗斯和中共国的蠢蠢移动 和伊朗对整个世界石油能源的整个的情绪 毕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